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 我们的重点 将角逐守卫法国女总统 新闻开始先来带您关心 今年第14号台风参数 今天上午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 气象局表示预估今晚或是明天清晨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而明天下午有可能会发布陆景 未来是否会登陆 还要看太平洋高压强弱而定 而参数的行进路径是比昨天更北修 更接近台湾而最靠近台湾的时间点呢 一样是周六到下个礼拜一 这三天呢 全台各地要盛防局部大雨或是好雨的发生 好 至于段宁关心 新北幼儿园的Delta病毒群居案板桥某社区呢 有400位住户送往集中检疫所 今天上午呢 新北市长胡友宜表示 社区大楼现在有785人筛检结果全部隐姓 一位呢 非本大楼住户的装修工员为阳性感染源正在调查中 有一个不是本大楼的住户 他是在大楼里面的装修工员 这个装修工员变出来是阳性 也是在V道不同楼层 所以这个装修的工员到底他感染源 跟本案有关系还在追查了解当中 因为这也是刚刚早上才验出来的结果 总共这两天停了16校7369人 这都是一网线的停课 那这一网线的停课会随着PCR的阴性证明出来以后 随时可以复课 另外胡友宜表示 幼儿园群居案的相关居家隔离对象 经过筛检之后呢 还新增两名阳性 列为境外移入个案 CT值都相当高 好 疫情冲击台湾服务业行政院长苏贞昌呢 宣布5倍券即将上路 9月22号开放数位绑定 那么9月25号呢 可以在超商预定实体券 10月8号开始领取能够消费 大家请看 5倍券 200块 500块 1000块 1000块3张 500块2张 200块5张 非常的漂亮 它就跟我们的国币新台币完全一样 各外卖百货公司都可以用 但哪些不能用 境外电商网过不能用 这个5倍券像现金一样 它是限期使用的现金 所以你不能跑去买礼券 你这无限期说 国人消费习惯 见有不同 小店家小堂商 现在很多的通路 尤其疫情旗舰 利用电商 电商 外送平台 特别 挺在地商家 挺小龙 他要在他最 有效果的 所谓 他整个 特别设专区 是支援台湾配 就是以行动支付 而且是台湾配 就是台湾行动支付为细的说明 那我就先简短回答 除了5倍券之外 行政院也会宣布会加码 推出8种优惠券 越过5倍券经济效益 可以达到2000亿元 是去年3倍券效果的2倍 不过等因为近来本土疫情 转缺延 据媒体关注 5倍券是否有延后推出的考量 那么行政院发言人表示 确诊数还是维持在个位数 有些疫情已经获得平稳控制 对于未来疫情的变化 还是会随时紧盯规划相关的应应措施 好 由台积电 鸿海永龄基金会 跟此季捐赠的1500万剂BNT疫苗 第二批91万剂呢 已经在今年清晨5点41分 运抵了台湾桃园机场 那么上次疫苗被撕挂 简体字复辟泰的布条 被台积电跟鸿海要求拿下 这次呢没有再被挂上复辟泰的字样 而前往欧洲催货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并没有前往机场阶级 好多国追求疫苗接种率的同时 疫苗的突破性感染情况呢 也受到讨论 上个月以色列研究团队发布的一篇研究显示 接受两剂辉瑞疫苗的民众 感染Delta病毒的风险 要比曾经确诊COVID-19病康复的人 高出13倍受到关注 有医学博士表示了 证据表明呢 在一定时间范围内 感染病毒获得的免疫力的保护作用 比打疫苗还高6到20倍 他说呢 疫苗不是打越多即越好 8月25号 医学论文寓印本平台 刊登一篇以色列的大规模研究论文 论文指出 接受两剂辉瑞疫苗的民众 感染Delta病毒的风险 要比曾确诊COVID-19病康复的人 高出13倍 MRNA疫苗技术研究先驱马龙博士 日前接受美国思想领袖专访 他表示 以色列的论文显示 确诊后的人体自然免疫 要比疫苗提供的免疫能力好得多 对于目前一些国家是打第三剂疫苗 马龙博士表示 疫苗不是打越多就越好 1980年代 马龙博士在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 三院研究员研究MLNA技术 他曾是生物制药公司的执行长 兼联合创办人 2016年 这家公司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签约 协助开发子卡病毒的治疗方法 马龙博士也曾担任 马里兰大学巴尔地摩分校医学院助理教授 以及肯尼索州立大学的生物技术兼院副教授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 综合报导 我来关心台湾科学家的成就 再次受到瞩目 威尔许基金会呢 今天公布2021年威尔许化学奖得主 前中研院院长 国家生机医疗产业策进会的会长翁启会获奖 成为台湾第一人 那么也是首位华人获奖者 消息呢 也激励台湾今天的生机制药公司股价 中研院院是翁启会获班威尔许化学奖 威尔许基金会官网指出翁启会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他在合成化学和化学生物学领域完成了无数造福人类的发现 其实我们在讲的已经从治疗慢慢走向这个预防 这一种所谓精准健康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 官网还详列他在台湾 美国 日本 欧洲的学术地位与成就 翁启会是世界第一位成功以酵素技术 大量合成复杂多糖物的科学家 目前这也被业界用来开发治疗心脏病 中风及各种发炎疾病的新药 近来汪启会与中研院研究员马撤团队 也找到超级单株抗体M31A7 对抗COVID-19病毒的能力 相较现在全球所有单株抗体疗法 优越百倍以上 威尔许奖有近50年的历史 被视为诺贝尔的前哨战 得奖者大多是诺贝尔奖热门人选 截至上届 已有54位科学家获此殊荣 包含汪启会在内 目前只有两位亚裔科学家获奖 汪启会也是华人第一位获奖者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台湾机械工会八号公布机械设备前八月出口值 215.23亿美元年增29.3% 以新台币计价为6052.73亿元年增21.6% 续创历史同期新高 机械设备已连续八个月出口均为两位数增长 显示台湾机械产业景气持续畅旺 中共中宣部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 8号在约谈了腾讯网易等中国大科气后 9号股价在美港接大跌 美国联准会数名官员周三表示 尽管八月就业成长放缓 以及近期疫情复燃 联准会仍然有可能在今年 缩减大规模的资产购买 亚马逊将在美国两家全时超市导入 拿了就走技术 消费者只需要在入口处扫描APP 并插入信用卡 仅可省下排队结账的时间 拿了就走的供应链 也有许多是来自台湾 如雅光 仙进光 元泰等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但您关心香港局势 去年六四维员和平集会案 26位民主派人士 被控删过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那么其中香港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 以及前民政召集人陈浩环 前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跟梁国雄等12人 今天是在区域法院认罪 那么许多旁听人士 都是起身呼叫他们的名字 而当陈浩环认罪时 他说出了民主会战胜归来 或有巨浪承接这辩改我认罪 另外同案有八名被告不认罪 包括李卓人 周信彤 何桂兰 胡志伟 蔡耀超 梁景辉 梁景辉和黎智英 还有梁耀忠 那么将会在11月1号受审 好 今年是831香港地铁太子战警报事件两周年 流亡英国的王茂俊呢 是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831当天呢 他在伦敦发起了公开悼念集会 大约有2000人参加 日前他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他会坚持寻找831事件的真相 我说我见到些什么呢 那我的确在站里面见到 有人被人打到昏迷 然后有人被人打到痛哭求饶 然后是现场是的确没有任何的救援 2019年8月31号晚间 香港地铁太子站内发生警察 无差别攻击市民事件 警方并封锁太子站 不准媒体及义务医护人员进入站内急救 当时搭乘地铁回家途中的王茂俊 遭警察报打 又被误传成遇害身亡的被捕者韩宝生 被控告暴动等八项罪名 你公开CCTV甚至乎不用公开 你拿CCTV来告我 你最多在课庭上播 你最多只能够是律师 我有得看 律师有得看 控方有得看 最多都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连这一步都不去做 我都很好奇 也很有疑惑 其实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处理呢 但是的确是有十个人送院到七个人 然后是中间那三个人 我认为那三个人的数字 就不是单纯的数字 是一个沪山山的人消失错 去年7月 王茂俊逃往英国 寻求政治庇护获准 国安法生效后 港府和警方又指向王茂俊 是831打死人的造谣者 并已散布谣言 违反国安法 禁止港人悼念 追究警报真相 今年8月31号 王茂俊在伦敦 发起悼念831两周年集会 有2000人参加 王茂俊今年还建立了 831事件资料库网站 希望将事件的记忆传承下去 他表示自己身为一名831事件的受害人 如果不站出来告诉人们真相 历史就会被独裁者篡改 台湾国造塔江建成军搭配中科院最新型的防空飞弹 另外呢 澳洲积极因应中共威胁澳洲国防部长说了 将向美国争取分享飞弹技术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预新科技集团迎接20周年纪 为韩国三亿金工永久合作伙伴 提供各式工业零件 台湾制造 客制化服务 满足客户需求 预新生计 整合生计相关产品 荣获经纪部优良成生 You miss tech You miss bio 分享台湾's precious endemic natural substances with the world along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y is the core value and mission of Alps Biotech based at Nation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Park in Taiwan Alps uses the latest proteomics and natural substance extraction technology in new drug development for disease testing analysis and certification of AC fungus tested by Alps to cure COVID-19 brings Taiwan to the global stage 欢迎回来 中共频频以武力威胁台湾之际 中华民国海军今天举办塔江军舰成军典礼 由总统蔡英文亲自主持 而舰上配备中科院研制的最新型防空飞弹 海舰二防空飞弹 是国舰国造首艘具有区域防空火力的小型舰 而成军之后编入131舰队 为海军注入新舰礼 总统蔡英文主持塔江军舰成军典礼 先后将军旗 军舰模型交给舰长 从下水到成军不到一年的时间 蔡英文说 这见证了国舰国造的成就 这样的成绩值值得肯定 更证明了在国防自主的路上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都能够一一的克服 我们不但用具体的成果 打破了所有的黑和紫衣 塔江军舰的优异性能 也获得国际的认同 成为台湾之光 总统蔡英文也亲自登上军舰巡视 塔江军舰具有高机动性及快速打击能力 与逆踪特性 配有先进电站征搜系统 在武器配备部分 包括16枚海舰2型防空飞弹 以及雄风2 3型超音速反舰飞弹12枚 我们最主要特别在于我们有防空飞弹 以及防空的对空雷达 就是跟潮江舰不一样的地方 防空飞弹总共有16枚的防空飞弹 逆中性是不是也比较不一 比较比佛江海舰 逆中性我们是经过中科院的研究 然后做过合格数据 本次塔江军舰的性能上 与传统舰行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于它能够远端的遥控 启停这些轮机的装备 那也可以在紧急状况发生时 能快速的做处置 降低災害的风险及发生 塔江舰成军后编入131舰队 而同时第二艘快速步雷艇也正式交舰 国军发展不对称战力 持续落实国舰国造政策 强化台海战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陈辉魔流资迎台湾宜兰报导 接着带您关心印太安全局势 现在澳洲外长潘恩跟国防部长杜登 正在印尼进行访问行程 接下来他们还将前往印度 韩国和美国进行访问 并进行外长跟防长2加2会谈 那么根据澳洲媒体报导指出 国防部长杜登表示 澳洲将会向美国争取 向澳洲分享飞弹技术 目前澳洲外长潘恩和国防部长杜登 正在印尼进行访问行程 接下来他们还将前往印度 韩国和美国 并在16号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及国防部长奥斯丁 进行美澳外交国防2加2部长级会议 澳洲大报澳洲人报8号报导 国防部长杜登 8号在澳洲美国商会的闭门会议中表示 访问美国期间 将会向美国争取 向澳洲分享飞弹研制 及其他的防卫技术 包括研制长城打击武器 反制网路攻击 以及无人机群控制等 并要求美国加强与澳洲 在防卫产业上的整合 澳洲人报指出 杜登此举是因应中共的军事威胁 在澳洲国防部发布的杜登演讲稿中 也写到 澳洲希望与中国建立积极且建设性的关系 但中共现在有责任通过言行 证明中国会为印太地区的稳定做出贡献 而不是继续破坏它 新台人亚太电视张麒麟 综合报导 漫威电影《上汽雨时环传奇》 上映前就被抨击入华 我们现在加拿大籍华裔男主角刘思慕 又被中共网军翻出2017年的受访影片 当时他谈到父母在中国共产主义下长大的故事 他说很多人死于饥饿 他们生存在第三世界 这段话让中共小粉红跳脚 我认为我所谓的地区 是一地区的赛产 当我小时我的父母说了这些故事 在中国共产主义下来 在中国共产主义下来 有些人死于死亡 他们生存在第三世界 他们认为了Canada 这种派断 这种地方他们可以去 免得自由 建立一个更新的生活 给他们的孩子 当他们终于这种想法 和来到这里 这给他们和我 就是这段刘思慕2017年 曾经在加拿大建国150周年 接受采访的影片 被中共网军地霸批评 那么小粉红也纷纷起后攻击 另外呢漫威今年度 另一部大片《永恒族》 也陷入争议 导演赵婷才以《有目人生》 夺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大奖 不过却因为之前曾经说出 中国是个充满谎言的国家 一时之间呢 所有相关关键字全部被封锁 而当天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呢 也被紧拨 中共大道砍向了娱乐圈 不论是否有入华言论 都可能是被打击的目标 外界就关注了 如果中国在娱乐领域 也与世界脱钩 对谁的伤害会更大 中共当局最近开始重手整治娱乐圈 有传言说非中国籍的艺人 将是下一波被封杀的对象 与此同时 一份7人的县级令名单在网络上热传 包括美国籍的刘亦菲 加拿大籍的谢霆锋 美国籍的潘伟博 美国籍的王力宏 加拿大籍的赵又廷 新加坡籍的李连杰 和英国籍的张铁林 不过消息没有得到证实 王力宏所属经纪公司 还出面否认 称所谓的县级令是假新闻 另外这些名单上的艺人 在网络上的节目影像和资讯等 也没有出现被下架或者删除的现象 然而县级令名单上的谢霆锋 9月5号在央视旗下节目 蓝宇会客室上表示 他已经申请放弃了加拿大籍 谢霆锋的表态 似乎又给县级令的传闻 增添了几分佐证 近日大陆人气男星陆寒发声明 重置与瑞士名表爱比的合作 原因是爱比品牌公开发表的言论 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爱比的总裁近日被曝称台湾是国家 而在大洋的另一边 美国的喜剧演员制片人亚当·桑德勒 最近披露 在创作电影《飞身就求》时 他受到流媒体平台Netflix的压力 将故事背景从中国搬到了西班牙 因为Netflix在中国没有业务 那么如果未来美中两国的娱乐界 不在一起玩了到底受伤的会是谁呢 业绩人士指出对美国电影公司来说 情况并不那么糟糕 当然有一些在美国本土表现欠佳的电影 寄希望能在中国市场赚回一些利润 但其实中国每年给外国的进口电影配额 只有30多部 美国能进入中国市场的电影数量 本来就非常有限 而在电视剧方面 中共从2014年起就不断的加强管控 使中国的流媒体 已不再能自由的播放外国的电视剧了 另外一些美国电影人 也拒绝遵守中共的审查要求 他们相信自己的电影 不需要中国市场也能叫做 好 报文后会 台湾政府跟企业组团 传说将访问立陶宛 斯洛伐克跟捷克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带您了解 立委奈米 拥有独家奈米分散技术 提升产品功能表现 生产各式高品质奈米材料 应用面多元 不论半导体领域 或生计防疫产业 皆可提供应用技术咨询 及解决方案 专业先进 独步全球 立委奈米 Zylus Zylus 欢迎回来欧洲的立陶宛 斯洛伐克捷克 以及最新加入的波兰 先后赠送疫苗给台湾 而上报报导指出 台湾政府国发会呢 为了表达感谢 并加强与中东欧合作 将邀请有意到当地开发商机的台湾企业组团 国发会主委公民心领军 那么10月访问捷克 立陶宛和斯洛伐克三国 对此呢 外交部还没有证实 我们对这件事情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这个评论 如果我们有确定的相关的发展的话 外交部我们会适时的对外说明 好 英国BBC9月3号报导 欧盟国家呢 一致支持立陶宛建立 驻台湾代表处突破以往的红线 而欧洲议会外委会呢 最近又压倒性通过 第一份欧盟台湾关系与合作报告草案 支持证明驻台湾机构 鼓励签署贸易协定 那如果10月呢 欧洲议会全会开议表决通过 可能标志欧台关系展开全新篇章 一些分析人士推测 可能有更多欧盟成员国 效法立陶宛的模式 提升呢 对台湾的关系 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震荡欧台中共的关系 不过呢 也有分析人士对草案 能否通过抱持着观望态度 10月份呢 也正好是中共建政周年日 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庆日 好 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 上个礼拜六举办集会 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汉堡市议会的议员指出了 中共侵犯人权的状况 令人震惊 不能容忍 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 在16个联邦州 占有一席之地 州议会议员 对党欧洲与国际事务发言人 弗雷特女士 到现场发言 声援法轮功 谴责中共严重践踏人权 令人无法容忍 集会在汉堡市政厅前举行 这座市政厅是见证汉堡的许多历史事件的中心舞台 这一天也见证了法轮功向人们弘扬法轮大法 传递真相和揭露中共迫害的壮举 汉堡是德国最大的港口 也是欧洲物流最重要的枢纽之一 法轮功的游行队伍从市政厅出发 穿过市中心 人们纷纷驻足观看 了解真相 著名的新提案大街 汇集了世界所有顶级名牌 是商人富甲云集之地 天国乐团雄壮的乐曲 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新唐人德国记者站报道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亚太电视 五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